那老師呢,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打開的這個線上體面板 那第一件事情它說,請你確認一下 它只是告訴你,有沒有 這個雖然有簡體字,先不理它啦 好,這樣確認就好了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這個線上的版本 那它左手邊會先幫你準備一個預覽的 就是那個面板 你如果需要大一點,你可以把它拉開 這樣拉開 這個都OK 那當然它還是提醒你 就是你要比較完整的體驗的話 還是需要什麼,下載軟體 所以它這裡有告訴你 網路上的不能匯出,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先讓老師先理解一下 那麼它本身也有就是 黑色的模式跟白色模式 所以您可以自己就是切換一下它那個布景 這以我自己來講,我也會覺得說 如果是我自己個人使用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用黑色的 因為這樣子比較沒有那麼亮 但是以教學來講 可能用白色的老師在看會比較清楚 好,那您一看進來了之後 除了左手邊有這個影片的預覽 然後您中間這裡有沒有看到這樣一個一個片段 這個一個一個的就是像我們PowPowPow一樣 叫做投影片 這個叫做片段 所以我先播一次官方的這個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嗨嗨,大家好,我是Karen 今天呢,是大家工作的一天 今天想要拍的主題呢 就是,天三餐都只叫外送的話 好,來,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像這樣子 一段一段的,然後繼續講下去 那你看到的這個 每一個片段 有沒有注意到,它有上下兩行 對不對,上下兩行 上面這一行 就是影片 下面這一行就是它的字幕 所以呢,如果你要剪接影片 我就是在上面這一行來做 如果我要修改字幕 就是針對下面這一行來做 所以它最上面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有一個這個說明 就是要跟你講一下 上面就是剪接影片 下面就是字幕 好,那你有了這個概念 我們就可以剪了呢 好,比如說你看 這裡我先把上面關掉 在我們比較大的空間 好,首先你看到 它這裡有寫的 一開始是 嗨大家好 我是誰誰誰 今天呢 請問 我可不可以把這兩句對掉 如果,老師你想看看 假設你用威力導演 或是標準的剪接影片的軟體 或是標準的剪接影片的軟體 這種事情 一定要放大再放大 對不對 不管看不到啊 我怎麼知道它講到哪裡 要慢慢聽嘛 看聲波 然後我們不用那麼麻煩 你看 你就把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移動它 我就勾起來 這樣代表選到了 這樣代表選到了 然後我就可以脫衣這個投影片 這個片段 拉到下面來 有沒有看到一個藍色的 放開 這樣有沒有交換了 來,我們再播看看 這樣可以接受嗎 有沒有感覺 簡介影片變簡單了 對不對 跟文書廚一樣嘛 你放上面 我就躲在上面 放下面 然後下面 好,那你看喔 這個 好 它一樣都會提醒你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現在 你看 在後面 我是誰誰誰 大家好 今天呢 如果我想要把它換一下 我問一下老師 如果在這邊你要換行 你要按什麼 Enter嘛 你看 你都會 Enter 要沒有換行了 對不對 我是誰誰誰 今天呢 但是這樣怪怪的對不對 所以 我是誰誰誰 大家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 這樣可以吧 所以 這個 勾起來 好 今天呢 好 大家好 這樣子 我又拿下來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Karen 嗨嗨大家好 今天呢 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這樣可以接受吧 嗯 有沒有感覺 用了這個軟體之後 視力變好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不用那麼辛苦 在這邊 看我要撿到哪裡 很準 對不對 好,那 你看喔 今天呢 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那我要把它變成同一行 要怎麼辦 蘿豆 油標點在這裡 老師 你會的 Delet 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變成同一行 這樣是不是就上來了 齁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體驗的話 剪輯影片真的變簡單了 這樣老師 錄製影片的意願有提高嗎 哈哈哈哈 對不對齁 所以工具 好用就是像這樣 那所以 你看今天呢 什麼什麼什麼 就繼續下去就好了 那我如果說 如果說 我是誰誰誰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多一個的 有沒有發現 那怎麼辦 我要刪掉嘛 你回想一下 如果今天 用標準的 的 哇 剛剛要找個字都不容易 還要找的 你瘋了 所以 我們就點到它 怎麼樣 Delete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這裡刪掉 字幕也順便刪掉 這樣不是很輕鬆愉快嗎 為什麼要把 剪接影片搞得這麼複雜 哈哈哈哈 所以 這個是我們 我自己啦齁 很推薦的一個 就是 以語音為主的 尤其很適合教學現場使用的 這樣的剪接軟體 那 當然你在這邊 還可以再增加什麼 比如說你要加片頭 加背景音樂 是不是都可以 對吧 欸就是這樣這樣用啊 就很簡單 真的 那 比如說啦齁 欸我最近 最近 因為 我有很多 課程 那最近呢 幫這個 到 楓原高商上課 那就請老師 因為算是協同教學 但是3D念 我就請他們老師幫忙 講 我來負責路就好了 所以呢 我幫他處理了一下 來這裡 好在這邊 好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前面這個要怎麼做 這個啊 老師都學會CAMMA嘛 片頭可不可以用CAMMA做 可以嗎 對不對 對啊 CAMMA 做好了 來 3D念機 那3D念機 那3D念機 的話呢 他有這個線材 也沒有發上 但這線材的話呢 他是它 腰上的字幕 對不對 這就可以做的 我沒有改喔 我沒有改 還是會有措置 但是怎麼樣 措置比例相對很低 就是正確率已經超過90%以上 那這樣子 老師就算你要剪接影片 是不是相對要花的時間就比較短 這樣OK嗎 好 所以其實可以像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適度的加上標題啦 好 當然了 其實我個人是做比較多 我會連張傑都幫他做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 要當YouTuber一定要會做張傑 沒辦法 我會進YouTube的頻道嘛 所以有張傑的時候 我們在 看影片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這個是 就是 實際上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還蠻方便的 像我們剛剛這樣體驗一下 老師應該就有感覺到 可以像這樣玩 那今天如果哪一句話 哪一句話你不要 你就點到他 直接把這個片段刪除就好了 整個影片就抽掉了 那個片段就直接抽掉 所以 所以 老師您這樣體驗了 應該有感受到了吧 對不對 好 那 你要加上背景音樂啊 加上這個 就是一些 字幕的功能 它上面都有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網站 應該說這個 軟體這個服務 它 已經很公開的講了 它上面的這些內容 老師所使用的 不管是圖片 影片 聲音 好 還有語音辨識 AI 通通都可以商業使用 那您知道可以商業使用 代表您在教育現場 不可以用 當然可以啊 對不對 就是沒有版權上的問題啦 沒有版權上的問題 所以 這個用起來 老師就會比較心安一點 這樣 OK 然後呢 如果老師您想要 自己增加自己的片段 比如說您想要做一個片頭 你看它上面這裡 來 老師您可以試看看 當你滑鼠 移到兩個片段中間 有沒有發現可以增加 有沒有 如果你要移到最上面 是不是就可以加在最前面 好 那你看我把它按個增加 它會問你 你要增加的是哪一種的 空白的 就是 直接給他一個文字 讓AI幫你唸 是一種方法 第二個 你就直接空白的 還是你要增加一個圖片 還是增加一個影片 都可以 好 假設我先增加一個空白的 您看一下 增加一個空白 有沒有 上面就多一個5秒鐘 多一個5秒 你看這裡 1 2 3 4 5 有沒有 5秒鐘 所以 老師如果你影片 不要5秒鐘 要3秒鐘 怎麼辦 對嘛 你會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發現 很少有CP值這麼高的 因為 剛上課半小時就已經都會大半了 就像這樣子 那 你看 左手邊是不是有空白的 那您就可以到上面這個地方 您先找看看 這裡有一個叫插入 上面的位置有一個叫插入 我可以從上面這裡插入 你看 你可以插入文字 基本的文字就比較像字幕 然後呢 設計文字就是一般我們在office裡面用的叫做 美工字 好 藝術字 然後你的自己的圖片 自己的影片 或者他也有提供免費的給你 有沒有 好 甚至呢 有沒有看到 AI生成圖片 誰家 好 所以假設我用AI生成圖片按一下 他就問你 你要 來 你看 設定這邊 有沒有可以設定不同的 色系 對不對 風格啦 應該說風格 還有顏色你都可以選擇 看你要哪一種 好 哪一種 欸 現在AI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給他關鍵字就好了 好 假設你要比較像這個插畫的 好 我們水墨畫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離那個高美施地比較近嘛 欸 其實我們每次來清水 大部分都是去清水高中 比較多 所以第一次來我們國中這邊 好 比如說這裡 我們就輸入這個 高美 我看一下 好 像這樣子 我就 給他一個關鍵字 請他幫我 產生 所以你只要 會講話就好了 有沒有 跟AI不要客氣 就當他是一個人 好 那麼在他生成的結果的時候呢 你看 右手邊這裡 他還會給我什麼 幫我找網路上 免費 對 版權 圖庫的 影片或者是 照片 所以如果你不滿意 他的 這個內容的話 你就直接 拿右邊的也可以 這樣了解嗎 他都沒有版權問題 糟糕 他不想讓我產生嗎 哈哈 因為這個是線上的 好吧 線上的 其實應該是可以啦 我記得線上可以用 只是不太確定為什麼 現在沒有 好 那我就先找一個 類似的 那假設 我要這個 我就按下去 有沒有就進來了 對不對 那其實呢 在剛剛生成的過程裡面 他都告訴你那張圖片是來自哪裡 所以他有交代清楚 那你就可以做 溯源 這樣子 好 那今天如果你還要擦入文字 點下去 好 你看我們的右手邊 有沒有一些 這個 像美工圖庫一樣的 對不對 好 預設的文字 我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那 甚至呢 這裡面也有一些是動畫的喔 有沒有發現有些是會動的 他都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呢 你只需要把你要的 內容放進去就OK的 所以假設我要這個 按下去 這裡 您就可以在這邊 直接做 那他的動畫呢 你也可以自己選擇 是要怎麼樣的方式 做動畫 你如果有用CANVA的應該會覺得蠻熟悉的 就蠻類似的 所以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把標題 放進去 那你的字啊 大小啊 都可以改 那字型的部分呢 各位 也不用難過 我們的中文 真的裡面還蠻多的 中文字型 不過因為這是線上的 可能看不到中文字型 但是你如果用電腦版的 你就可以 找到一些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 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加上什麼 音樂啦 背景音樂啊 都可以 還有 我剛剛有提到 老師如果說 你不想要 現身 有沒有 他也有代言人 代言人在哪裡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動畫人物 點下去 一樣他會出現在右手邊 你看 你有這麼多代言人 嘴巴都會動有沒有 他基本上就是 人稱你的語音 然後他嘴巴就會動 可是他不是那種很 很準的 他就是單純就動 這樣子而已 讓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有在動 有沒有 你可以找人 找動物都可以 2D 3D都有 他還有客製化喔 你知道嗎 你還可以 在下面 可以許願 知道嗎 說 你裡面沒有什麼 我想要有什麼 那評估之後如果可以 會做出來 這還蠻好玩的啦 他這一系列的蠻多的喔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 就把它加進來 假設 你要一個帥哥 好 點進來 你看 有沒有就加進來了 自己決定放在哪裡 然後呢 你要出現的時間長短 也可以自己決定 怎麼樣自己決定 你看右手邊 我這張圖片 有沒有現在只套用在第一個 如果要兩個 有沒有拉下來 對不對 如果你要全部都有 你就告訴他 我要從一開始到結束 是不是都有 這樣就所有的片段 都會加上這一個 你看我們 跑到下面來 我是Karen 有沒有他嘴巴就會在這個洞 今天呢 是在他工作的一片 今天想要拍的主題呢 就是 是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您稍微這樣體驗之後 應該有 感受到 真的軟體不難 很容易就上手 那甚至呢 老師如果你有需要什麼 雙魚的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 影片有雙魚 那 這個字幕呢 您看到 在左手邊這裡 我們現在字幕是不是長這樣 如果呢 你需要有 兩個字幕的 您可以到上面這邊 在字幕這裡 這個地方 你看我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做 添加翻譯字幕 好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當然他會 他會建議你就是 你的 第一個字幕 全部都翻譯完了 再來怎麼樣 幫你產生第二個字幕會比較好 不然你有改的 這邊也要再改嘛 好 所以你看我就 直接翻譯 好那你知道為什麼 他是來自韓國的嗎 你看第一語言就韓國 有沒有 所以 你就可以換了 看你要換哪一個語言 你就找找看 你要 我的可能是 英文的 可能是什麼樣的語言 你就自己找一下 我看一下英文在哪裡 沒有看到 比較後面 有日文 好吧 先用一個日文好了 OK 我們就翻譯一下 好 那他就會幫你處理了 來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這樣子 就有雙字幕了 簡單 還有 那這些格式呢 字幕格式都可以改 所以我們先讓大家呢 您用這種 線上體驗法 先玩玩看 好不好 當然啦 我必須講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態 所謂的最理想狀態 就是說 我的字 跟我的語片 是有對道的 但是 你知道 現實很苦感 也就是說我們真正在做 字幕辨識之後 一定會有錯字嘛 所以要能夠跟他一模一樣的機會 不會 完全一樣 一定會有一些落差 可是呢 只要能夠他正確的 夠多的話 其實我們剪接起來 就算快 這樣了解 好所以這個是 先讓大家先體驗一下 來我們先開放幾分鐘 讓大家玩一下 來吧 來吧 我們先來 來吧 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